高宏安办公室助理公积金 依次牵扯洗牵真意 高宏安深夜急发文 强调没诈领助理费及加班费 也没有任何不该领的钱 仅自己口袋 还说公积金是用于办公室相关支出 助理带电他私人用途的支出 会定期来向他请款 并非公款私用 那检调开始查了美 调查局或是警察机关 都会依法在处理中 其实立法院本来就有 每月1.4万的事务费 让办公室买文具买茶包 高宏安却另外要助理上缴薪水 当事务费公积金 甚至有助理最高上缴30万元 这合理吗 我没有听过公积金 我在立法院这么久 没听过这三个次 这个月左右可以捐将近30万 每个月都捐3万 如果一个月薪6万的人 要捐3万 不止肉连骨头都要捐出来 茶叶的费用咖啡用 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费用 可以支应的 高宏安说带电的钱都会还 但账目上看到 从他洗头制装盗卖 自己写的书 甚至往返郭台铭 住家的车资 都由公积金出 立委洗头做计程车 为什么不是自己当场付钱 还要助理带电再还钱 一般来讲 我们是不会这样做 高宏安男友 每月领永龄基金会50万 身负重责大任 却能兼任当办公室助理 领加班费 但高宏安说自己不知情 高宏安助理费争议包不停 就怕像火烧连环船 没说清楚恐怕难以灭活 记者谢侯如前一中 台北报道 海黄鲍鱼干贝 A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 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 就可以享有 折扣优惠哦 雷 不 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